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只要金榜提名 必有回响等候 王一博的质疑声从未停息过 哪怕在低调都无法阻挡他光芒万丈 还有背后的黑影随形 随着新剧的开播 王一博 全新的硬汉形象颠覆以往的认知 彻底赢得了满桃喝彩 抉择的播出 无疑是王一博扭转了网友对其演员身份的看法 演技大受赞赏 观众轻一色的认可 好感度倍增 对其军人形象的演绎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曾经的爱豆王一博 在转换成演员后的他 依旧保持了高水准 难怪大众感叹 出圈的王一博 出彩的硬实力 有些人是干一行爱一行 有些人是爱一行精一行 喜欢了 就会秉持顶尖价值观的态度 做到极致 不断提升自我 在王一博身上 我们足够看到 从初出茅庐的身影维和 到满满融入学习 再到如今的突飞猛进 我们看到的是他成长的痕迹 也看到了他进步向前推进的步伐 抉择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再加上如今他的强大流量号召力 自然是顶尖存在 更是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 作为C世代的先锋代表 作为当下内语中炙手可热的正能量的艺人 主流对其的认可度可见一般 王一博如今参与演出的作品 更多是正面形象绝佳的角色 就是深知自己当下的身上肩负的责任 所以选择更为慎重 不仅选择了饰演革命先烈蒋仙云 选择缉毒警察人民公仆陈于警官 还是即将上映的维和防暴队的特种病娘症 他都根据自我的喜好跟个人特质 同时身上的责任与使命 选择更为积极向上的角色 他完全可以去饰演舒适区中的甜宠剧 却唯独反其道而行之 选择了跟自己形象大相近平的硬换形象 自然饱受质疑 但是他克服了外在条件的影响 剪短了头发 开始增肌 同时也成功完成了每一个角色的塑造 不得不说 你付出了必然会有收获 哪怕是谨小甚微的一点 也足够带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与希望 这次孤勇的尝试 我们看到了他的转变 也收获了惊喜 演技的提升跟进步却是不小 开播后的关注点果然都在他塑造的人物身上 演技的肯定 人物微表情的把控度 都成为了热议的焦点 同时呢 也顺带着急了一众执黑们 他们容不下的自然是这么高的赞许声跟认同感 开始了蜂拥而至的挑刺 用观众的话就是鸡蛋里挑骨头越挑越感觉到他的好 黑子们盯着收视率大作文章 整部剧的收视率 只有年轻一代演员拉低了 结果呢 数据没出来 就一顿猛操作 隔天就被打脸 收视率跟阅读量创下新高 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台面宣传 点赞率达到了新高 吐槽演技 曾经说蓝忘机是面瘫 现在又吐槽面部肿胀 总之呢 感觉黑的点名 让观众看到了他对于角色的把握 跟人物内在层次的设计 如今呢 真心相送一句 不好意思 酸到你了 又红了 王一博回忆 小时候被父亲打低精力 不敢回家 严妇造就优秀少年 父爱最无声 也最浓厚 然而 爱要大声说出来 天天向上父亲节 客气致敬最伟大的父亲们 多位明星嘉宾携父亲登场 分享父子夫女之间的暖心故事 在场感同身受的人难免会酸了鼻子 红了眼眶 大家畅谈与父亲有关的点点滴滴 在一旁的王一博似乎比平时拘谨了一些 当然躲不了被cue到 王一博回忆小时候被父亲打低精力 不敢回家 在本期节目中 王一博的造型在线格子style 时髦帅气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不久前的天天向上母亲节特辑中 王一博也是穿了一件格子衫 内搭白色T恤 在录制这么特别的两个节日特辑中 王一博都穿上了自己喜欢的格子style 是他的精心搭配 还是节目组的特别安排 亦或只是巧合 然而 造型不重要 重要的是王一博说 他小时候有被父亲打了 还是被吓得不敢回家的那种 画面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那么王一博小时候为什么会被父亲打呢 起来看看他的回忆 我爸平时不打我的时候特别好 会带我玩儿 然后给我买各种玩具 但是一生气起来就特别恐怖 我不敢回家 就是打得挺狠的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是拿竹棍打我 是因为调皮 要不然就是撒谎 我爸特别不喜欢撒谎 只要撒谎就打得特别狠 想不到看起来乖乖的王一博 也有大家同款调皮捣蛋的童年 王爸爸都动用竹棍了 可见小时候王一博的调皮指数有多高 当然 王一博并不是在表达对父亲的不满 反而他从小时候挨打的经历中 感受到了父亲对他的良苦用心 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温暖 在王一博的回忆中提到 撒谎触及爸爸的底线 只要撒谎就打得特别狠 正是因为有王爸爸的王姐小朋友的严厉教导 才有了现在优秀正直的王一博 宁愿不说也不说假话 严妇造就优秀少年 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 让王一博从不撒谎 同样他应该也不喜欢撒谎的人 喜欢他的小伙伴该得到了吗 本人惊了 王一博首次打台球一干净的四球 仅仅两年 王一博从娱乐圈名不见经传的一面可成员 到现在的迅速窜红 成为娱乐圈明星顶流 拳王粉丝三千多W被鞋圈称为财神爷 穿什么活什么 手握四十几个大眼 王一博用实力打脸了 曾经看不起他的人 王一博还是一位全能型选手 挤车一起那真是每个女孩心目中的男朋友 歼五跳的666 音乐也是一级棒 近月王一博还解锁了一项新技能台球 丁俊辉做客天天向上 从没打过台球的王一博 临时被客友向世界冠军学习打台球 没想到第一次打就一干净四球 震撼本人的程度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王一博之前遭受的网报 吃过的苦流过的泪 最终成就了此时舞台上耀眼的他 很多人会说这是巧合 但如果没有一定的能力 巧合怎么会降落 知心女孩们此时是不是都欣慰的笑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